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Sida是介於90跟135之間 Sida是90到135,所以是在第二項線 好啦,二Sida 是介於哪裡呢 小於這個 一層的話,乘以二的話是270 270度 大於180度 200到180,所以在 第三項線 所以這個二Sida在第三項線 在這個第三項線 第三項線是負的 那現在cosSida是等於多少 好,那 第三項線的話cos也是負的 所以cos 這個二Sida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那個 三分多少 這是負的嘛 cosSida的話,第三項線是負的 負的多少呢 根號 這是r 這是y r平方-y平方-x平方開根號 r路的x就是cos cosSida 這是33得9 3的平方 減掉 負2 根號2的平方 所以這是三分多少呢 三分之負1啦 9-8 是1嘛,三分之負1 那現在我就可以用那個半角公式 cosSida cosSida 那這個Sida是在第二項線 所以cos也是負的 所以這要加負號 那根號 分多少呢 2分之 1加cosSida 1加 cosSida cosSida就是三分之負1啦 好,那這樣的話就等於負的多少呢 根號2分多少 1-3分之1是 3分之2 好,所以這個等於負的多少 根號多少 3分之1啦 2約掉 好,那你把 父母有理化的話就是 上下乘以3 上下乘以3就是3分之負 根號3 所以答案是3分之負根號3